同样的会社的中国人 为什么要去选择选择 所以今天我想请我的朋友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将将 Giro 我是二郎 二郎神 你知道吗? 中国有一个神话传说里面的 二郎神 对对对 我知道 你们知道吗? Giro就是神的神 我不是那个神啊 我是二郎 我为什么会中文呢? 是因为呢 我在2001年的时候 我在湘西大学学会中文 然后就学到那个上海 上海什么大学? 上海教大 你们知道吗? 上海教大 超头一大学 10位 是中国的10位 对对对 所以中文真的非常好 今天我们要聆讨一下中国人的女孩 上海的女孩的女孩 很多人都聆讨一下 知道了 因为很多中国人的女孩 都聆讨一下 三个三个 湘西 上海 哪里? 我会在三星小发宗 apo 都聆讨到一件事 我生活没得到三星小发宗 都聆讨一下 那什么样子? 对对 非常保守的 保守的 保守的 男生 也是 引起来必要去防止 对 那是 那是 我觉得中国的女生跟日本的女生 就是作为彼女的话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中国女生的方法是自立的 上海和三星省是完全不同的 三星省的方法是保守的 上海的方法是相似的 東京的方法 確实实 我感觉中国的女生会比较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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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假如中国人達到日本人和女朋友 像美第一人 Yemen 男性与她的关系 不一定wa不一样 但好uman 如果有朋友一起吃飯,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如果有朋友一起吃飯,你最好是要做的 女性的方法,你最好是要做化妝 在日本是怎樣? 在日本是AAA的方法 如果是AAA的方法 真的嗎? 真的 真的,我沒有日本人一起吃飯 普通的朋友一起吃飯,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我身邊吃飯,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對,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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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不信,不信 如果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看法 不同的地方,日本女性的方法 比較濃烈 對,你最好是 對,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比較濃烈 但是,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很自然 Miyan-chan,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對,你最好是AAA的方法 你現在都拍了你的方法 日本人的場合 你最好是,你最好是 你最好看的女性的方法 感受到 대�道理 很重要的 我之前多於90年 我早上去的時 已太急,我了解我的化妝 不小心 穿白髮了 髪的髪? 20髪的髪? 20髪的髪? 很好,真的 很髦的髪 我現在到東京 香港女性的髪型 是很多人的髪型 對,我想 你們自來的外表 我們就覺得 你到一個女性 對,你最好是 那可能是他人的男人 那你不太好心 那是真的 那是那些視点就放棄了 相手要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也要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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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嗎? 反正是 今天穿上衣服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 那是沒有 那是沒有 在日本上衣服 那是不平的 還要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也要穿上衣服 戴上衣服也要穿上衣服 因為穿上衣服也要穿上衣服 也不太好 現在是相次分 我認為她友好 比本上衣服也想要穿上衣服 像衣服 但是我為我穿上衣服 和扇上衣服也要穿上衣服 那是 我真的不是在那樣 但是我還是同那 日本和中國是相對的 那是看見 你认识是什么? 有其他事情吗? 其他地方是中国人的女生 如果是日本人的男生 我认识是 我认识的 夏天 我认识的时期是 我认识是冷冻了 啊 有这样的经验 有有有有 大恋爱的女人 有脖子吗? 对 但是你去那当时的女人吗? 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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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定? 說不定,所以冷卻就別人了 別人了 但是如果有這種事的話,絕對說不定 日本男生可能會說不定 說不定,說不定 不定,是NG 為什麼? 人生都怪我了 但是女生就想說不定 日本男生的聲音 所以說不定 日本男生的脖毛是無理的嗎? 無理的,無理的 9割以上 因為我在國內很早以前 脖毛是脫毛 別人,男人的脖毛不是脫毛 不然就是自己的脖毛 但是我感覺中國男生不太會介意 女生的脖毛 當然不可能會有 日本男生的脖毛是很可憐 所以說不定 手的脖毛和脖毛 手的脖毛和脖毛 脖毛是很可憐的 可以讓我去看 可以讓我去看 現在,我喜歡中國男生的女生 為什麼中國男生的脖毛和脖毛 哦,误读,误读 误读 日本語忘记了 这样误读 对吧 例如,在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男生会支付的方法 哦,就是第一次旅游的时候 嗯,第一次旅游 第一次旅游 每次旅游 每次 毕竟不断 对,毕竟不断 基本上是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 到了快要结帐的时候 我就会假装掏出钱 もう最后出席 哦哦 好,好,好,好 但是如果结局是 我还是拿了钱的话 我就会觉得这个日本 他很假 なんでその三回も 哎呀,大丈夫,大丈夫 でも結局,我都不断了 有,有,有 日本女性と付き合っているときは LINEとかで即烈したら ちょっと あんまりいいイメージはないんだけど 中国人は 中国の女性から LINEとか来たときは 確実すぐ即烈しないと もう私のことを 気にしていないんだな って思われて 嫌われてしまう そう,確かに この話も以前 日本人の女の子と 話したことがあって やっぱ日本では 即烈はすごく良くない って事があって でも中国では 本当にメッセンスが来たら 半日一日経って 返信すると すごく相手に 失礼 失礼だね 全く気にしていないってことから 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でも私は 逆に日本人の男性から見て ちょっと こいつ若いママとか言わないの? 思わない 全く思わなくて それはもう そこはもうストレートに 何が大事なのかって言ってほしい あと本気で 日本人の男性が 中国人の女性を口説いて 結婚したいってなったときは 3つの条件が確実に 揃ってないとダメで 1つ目が 家がないとダメ 2つ目が 車がないとダメ あと3つ目が 500万ぐらいの 貯金がないとダメ っていうのはある 500万って言うと 地域別に 違いはあるんだけど だいたい平均は500万 っていうのはないとダメ っていうのはある ジローはそういう経験があったの? そうだね 上海の子 上海の彼女と3年半 彼女のお父さんに 家帰ってくると思う でも僕の上海の彼女は お金持ちだったんで そういうことはないんだけど 僕の周りの友達とかは すごい苦労してて なんでかっていうと この3つの条件が揃ってないと 結婚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ので そこで 諦めてしまう だって中国 上海で家買うのが ほぼ無理じゃない? 無理無理無理 一生働いても買えないしさ でも私は別に 家がなくても 車がなくても 車がなくても 結婚できるから いい人であります これは変わっていい人ですよ これは めっちゃいい人ですよ 高感度アップ狙ってるよ これ 最後ちょっと実用性のある中国語を 一緒に勉強しましょう 一緒に勉強しましょう 皆さんのために 中国人の女の子を誘うときに 絶対使える言葉です はい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第一個 有空一起吃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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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はい 次 再去別的地方喝一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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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所回転もう一杯飲もう 場所回転もう一杯飲もう さっきのご飯の流れで また別の所でもう一杯飲もう一杯飲もう また別の所でもう一杯飲もう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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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きな所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行ってください バイバイ